像坐牢一樣 因為不能外出 失業了五個月 剛才有工作 其實也很難受 臨時失業支援 將同用三十億元 進入或身處指名的一些公眾地方 是需要一直配戴口罩 要長期戴著口罩 哪一條要戴 看電影也好 什麼也好 我已經認不出我的同學什麼樣子 家人也沒有人過世 所以覺得很幸運 有些舊舖 開了五十多年後 疫情就收拾了 香港人其實在這幾年裡 對於防疫也表現不到高度的自覺性 如果要賺我會賺香港人 歡迎有何鵬良醫生 還有有趙彥濤博士Ricky 我想請問兩位 你們中過了嗎 我檢測陽性已經試過幾次 沒有確診過 即是這三年來 你中過了幾次 有這個可能性 因為我們日常會處理很多陽性的樣本 亦有看病人 我身邊朋友 家人也有不少確診過 所以你的抗體應該很厲害 Ricky 你自己中了嗎 我最近中了 有一天早上突然間兩條線 做多幾次都是兩條線 但之後如何處理 因為你們讀生物醫學工程 有一個醫生 你們如何處理 知道自己快測中了之後 始終我們做政府承犯商 第一我做核酸確認 也跌過陽性 上報給政府聽 我們很簡單 你如果做了 跟著再做過 再做過陰性就算了 最重要的是 我經常都說 你都是接種有效的疫苗 所以就算是中了 沒有病症 或者有病症 本身是輕微的 其實你跟相關感冒沒有分別 不是特別需要吃藥 我很幸運 我沒有中過 我覺得沒所謂 中就中了 會好回來 不辛苦 很舒服 不用學習 在這裡吃東西 今年年初中過一次 不是想像中那麼辛苦 中過一次 沒問題 在香港沒中過才奇怪 第五波疫情 本港共確診 458,986宗個案 311宗個案 跟跳舞唱歌群組有關 健身室群組 已經超過120個個案 860個密切接觸者 在我們的檢疫中心進行檢疫 有一個問題 很多人都託我想問一下何彭林醫生 因為他經常聽電台 又會聽到你 有時你自己拍片 你做很多事情 三年做這麼多事情 你累不累 其實沒有覺得累這件事 在歷史裡面 有影響龐大的傳染病爆發 都是八年難得一件 所以都是對自己一個挑戰或學習 用不同的方法 用一些新媒體 比較可以準確一點 把資訊給大家知道 有很多意見發表 例如我親身經歷很多 譬如何醫生先說了 可能之後幾個禮拜或幾個月 政府才會做 但政府從來有沒有委任 你進入委員會 有沒有問過你意見 有沒有一些不開心 我說我才知道 經常給你意見 你都不委任我入政府 其實每件事你都有取捨 當然如果你做政府專家 其實大家都知道 你做政府 某程度上好像你做政策官員 會有一份東西要求你保密 某程度上你會放棄 你可以自由表達你的科學 或醫學上的觀點 這個對我來說 可以自由表達更加重要 所以你會留意到 有不少的政府專家 他好像被人點了穴 是 點了穴穴 就甚麼都說不到 所以你說這個取捨 當然政府不會為我 我都不是那些人 前面撤銷口罩令 代表了我們所有的社交距離措施 正式的結束 香港是全面回復正常 我仰臭 我仰臭 OK 很直接 但是戴到中第二次之後 有三個月的 那時候才脫下 因為現在DSC不是很想中 有一不戴 當然不戴 不知道戴了什麼 不知道戴了什麼 都是涼爽一些 我剩下很多客人 我覺得浪費了很多錢 都不會怎麼戴 我一定要戴口罩 那些煙啊 有些戴的 保護自己 我問Ricky 很多朋友也很有興趣 這個八卦 這三年經常覺得 你的身家 應該和你的身形成正比 很肥仔 RAT 又是你 PCR又是你 這三年是否賺了很多 賺了很多 這只是看你怎樣衡量 即是不要跟DioGase相比 賺到錢 這是事實 但是其實我們背後的辛酸 以及我們做了多少功夫 去迎接到 去幫到手 這個位 其實這個對我們來說 成就感是更大 所以其實另一件事 就是我們所謂賺回來的錢 我們更多是投入回 去我們公司的研發 是對其他將來更多的產品 能夠幫到更多的人 那你會不會是香港最不想復償的人 因為復償 大家又不做RAT 又不做PCR 那你要重新想過其他事情做 你會不會是最不想復償的人 我肯定不會是最不想復償的人 因為其實我們本身公司的主意 不是做這些事情 我們本身是想做癌症那方面的研發 所以其實疫情對我們來說 從那個角度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障礙 我們很多同行比我們走得更加前 但是當然我不會說我賺到錢 我是覺得是有問題 我已經認不出我的同學是什麼樣子 就是他們脫下口罩 我會想這位同學很硬熟 那是誰啊 好像不是很記得 有些舊舖 很多開了五十多年之後 疫情就收了很多 好像坐牢 因為不能出去 很幸運自己家人 沒有因為這件事太大影響 家人都沒有人過世了 所以覺得很幸運 有些患者不太明白 就會很討厭 又安心出行 接著入醫院門口 正門已經要 奪一次安心出行 然後上來又要再奪 然後有些老人家又沒有 然後又要填紙 很多措施要做 他們就會很不明白 其實都難受的 但是過了 在這三年裡 關於COVID 下面有些大事 兩位要給分 一是最難忘的 或者最重要的 八是相對沒有那麼難忘 沒有那麼重要 一至八就可以給分 第一個是醫護罷工 其實都對的 因為你是醫生之一 醫護人員 第二個是瘋狂搶藥 第三個是食肆 第四是通行症 最不重要的是緊急警示 常列要求參與罷工 在打算罷工的同事 放棄他們這個罷工的想法 醫護罷工 其實那個事件本身 影響相當龐大 我自己當時 今天也是這樣看 我是不贊成罷工 但是當時的同事 他們有這個想法是可以理解的 這是我印象最深刻 第二是瘋狂搶購 盲腸炎 那時你去到超市 就什麼都搶了 我最難忘的是 那段時間 因為我在家裡煮飯 沒有米 有個醫生的同事 他特意找個膠袋 分了兩殼給我 他特意拿來馬大醫院給我 變成我有飯 好感動 晚上六時後 全面禁止唐食 第三個 晚市禁止唐食 怎麼都是三甲之一 晚市禁止唐食 其實那時我是支持的 因為你看到在世界各地 當疫情完全失控的時候 全日禁止唐食的措施本身是有效的 在外國地方 包括近的新加坡 他都是全日禁止唐食 但是香港可能 當時的環境 加上落實那天 又下雨 所以做了一天 就很清涼 所以那個事件 即日我就在面書裡公開自協 全民強檢如果進行 將會是史無前例 前所未有的大規模 看看Ricky 志願和博士 你選第一是什麼 我貼中了 污水檢測風區 你解釋一下 風區其實 由第一單開始 我們就有參與 那次的印象很深刻 因為始終你可以叫做歷史事件 以前從來都未試過做這些事情 我們作為其中一個承辦商 就去參與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 因為我們人手都有限 兩點鐘開始封 接著六點鐘 居民下來排隊 要上班 下來排隊做檢測 然後十點鐘 我們就有第一個 Batch的樣本 我負責拿樣本 回到官航的化驗所 我開車回去 走到高速公路 就撞了旁邊的車 撞了旁邊的車 那個人就要賠錢 我就想息事寧人 於是就跟了去黃報 按機給了錢 然後再拿些樣本 回去政府 所以那個印象是非常之深刻 你有沒有跟司機說 喂 夠急 我當然是不能說 那時候很緊張 很敏感 但為何要由你親自送 因為就是人手有限 所以到目前為止 我們認為是要堅持動態清零 你們這麼多年的訓練 應該都是很多數據先行 但你看到這三年 政府好像很多決定 又不是客觀數據為準 作為一個理科人 何時客觀數據 何時理性感情 如何看政府的決定 這三年 當然背後 就會考慮一些 醫學上的數據 但最終你都是一個行政決定 全世界都是一個行政決定 行政決定的過程 在這三年裏 有很多關鍵位的環節 我覺得政府其實可以 果斷一點 和決定做得快一點 但往往那個決定 就給人一個拖泥帶水的感覺 慢三拍 很多時你會看到 有這些說法 你慢了就好像 我們有個病人 你需要去搶救 遲了一個小時 和一個小時之前 去啟動搶救 分別是很大的 所謂全片封關 是否這個意思要刪除這些口岸 政府從來沒有考慮會躺平 如果你駕車 當作走高速公路 你覺得政府 在這三年開啟多少市速 開頭的時候 真是走路 後來慢慢 那個過程 是會有進步 還有在全球裏面 大家推出這些防疫措施 都是轉變得很快的 某程度上要用科技 政府原本在病毒爆發之前 它未有一個整個城市 都很穩固的資訊科技基礎 它是一時間應付不來的 安心出行自從推出以來 現在已經有接近400萬人 下載了這個應用程式 黃碼我們不會取消 市民不再需要掃安心出行 這三年跟你談好電話 你真是很早就說 安心出行不用做 不用做核酸 不用黃碼碼 紅碼碼 那麼煩 但通常你提完 快的就兩個星期政府做 或者幾天 慢的半年後才做 為何你當時會這麼早 夠膽提出這些意見 而且你見到政府這麼慢 你的感受又是怎樣 心急 如果你說三年裏面 有兩個位置 政府採取行動慢 後果是最嚴重的 第一個就是封關 或者在邊境裏面 採取一些嚴厲的攔截措施 第二個位置就是推進無通行證 不會再爆 應該不會 因為都三年 個個都有抵抗力 都像沙士人一樣 香港沒有跟風 澳門說完沒有幾天 香港才介 看別人怎樣做自己再怎樣做 不會沒有自己 淘汰 不會沒有聽過我們說的 我覺得差不多了 因為現在很快 都解除了 我覺得差不多了 政府應該有信心 疫情會結束才會解除 應該不會怕會爆 不爆的了 放心吧 哈哈哈哈 這個步伐 你認為將來 除了再有疫情發生 我們究竟找不找到自己香港的步伐 或是沒有辦法 我們要看外門 要看內地 一定要跟著他們的步伐走 香港其實都在揣摩 遇到有這些情況下 在一國兩制框架下 自主性有多少 但其實我覺得 在香港獨特的環境 你應對疫情 邊境措施或開關 其實自由度可以大很多 下一步跟中央要坐下來對接 究竟在做什麼措施之下 可以通關 我覺得香港本身在整個國家裏面 是一個獨特的存在 是國家的窗口 所以其實用香港 要完全去配合內地那一套 其實我覺得不是很合理 但其實更多應該是有自己的步伐 或者是自己去作出這個嘗試 其實我覺得在疫情上 有很多的措施 其實我們香港可以果斷一點 自己去嘗試 這個模式其實甚至可以影響 內地它怎樣去做得更加好 我們經歷了這三年 當然不希望再有下一次的一個新病毒 但大家知道是不能避免的 其實科學界或醫學界 你們估計 有沒有下一次再有一個這麼厲害的病毒 什麼原因發生呢 有沒有預測估計 這些不是現在我們科學的範疇 好像天氣預報一樣 你可以預先發出一些警示 或者監察到 這些病毒似乎都是源頭在野生動物 全世界會做的就是加強在野生動物 即源頭那裡的偵查 所以如果你可以在它的源頭那裡 及到發現 對於在病毒流行的情況 如果出現了一些轉變 它未曾開始由動物傳人的時候 你可以發覺得到 你會有多些時間 去到安排一些防禦或應變措施 我們有2003年沙士有300人過身 即是有這麼慘痛的經驗 是以致我們做的事 是比其他地方行先所思 那麼現在這次 你看到和十幾年前 2003年的沙士 整體應變 藥物研發和疫苗那裡都有進步 但是那個進步的速度 還追不上病毒傳播中 所以全球一起合作 對野生動物檢測要做多些 Ricky覺得呢 我認為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如果真的有一些爆發的發生 其實各國的政府 他們的protocol 怎樣能夠將這件事 能夠在早期就能夠控制到 經歷過這三年那麼痛苦的經驗 其實我認為不同地方的政府 都會有一套他們覺得 如果再會發生 他們可以怎樣做得更好 的一個做法 我希望他們過了三年五年十年之後 當這件事無可避免地發生的時候 他們不會忘記了這三年的教訓 但我已經向中央提議了 需要有一個專家的對接 我們要吸收教訓 其中一個是否及早可以聽專家的意見 早點做呢 在這三年回望 你覺得我們政府有多尊重專家的意見 其實我們去教學生或者去教醫生 最重要是你不是隨隨便片 有一個專家說的東西就相信 他有一個說法 你就要去了解為什麼他有這個說法 還有他這個說法背後有什麼證據 支持他這個說法 如果沒有的話 就算這些內容一個專家說出來 你可以不用理 你看到在香港面對這個疫情 裡面有一些地方不是全部的 有些地方是政府有參考到這些原則 有些地方是沒有參考到這些原則 剛才提及過解算能力很重要 譬如醫學界中醫生做官員 有沒有一些困難和好和不好的地方 跟醫生沒有什麼關係 你醫生也有不同的人 他有不同的解釋給病人的能力 那個解說能力就是看那個人本身的能力 其實每個人都有他的優點和他的缺點 但我的確認為作為官員 尤其是有很多政策是需要去解釋的時候 這個解說能力自然是重要 如果做得好的自然就會加分 有沒有一個人 你們覺得這三年都想多謝他 真的為了整件事 足夠多力 我不介意多謝自己或多謝對方 香港人 香港人其實在這幾年裡 對於防疫也表現到高度的自覺性 政府未叫你強制戴口罩 已經是95%的人自動戴口罩 也在生活方式上有所調整 所以整個過程裡 政府有一個角色 政府也有些地方做得好 但是如果要賺我會賺香港人 我一定會感謝我的團隊 因為其實我們疫情之前是一間初創企業 整個香港加了二十多個同事 但是疫情一來 由於我們的反應快 但其實我們的反應快 最主要就是我們的同事 有個使命感 希望能夠做到一些事去幫忙 我很同意要感謝每個香港人 其實我們在整個疫情很配合 你想想外國要小朋友打針 戴口罩已經要上街遊行 示威等等 所以香港政府已經煩小一煩 就是香港人的反抗疫情 戴口罩便戴 我無法吃便不吃 這已經很好 所以真是感謝每個香港人 想來給我 Hun家東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